三个阶段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可以针对 一 二 三 这三个做完了 做完之后的话 可是现在还没有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讯息 再来就是一 先取得这个 第一天的位置在哪里 第四个位置 所以应该把一 搬到第四个位置 应该搬到这里来 请问它移动了几个位置 移动三个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希望它能够搬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从这个地方下锁 然后切回来 这里的话 Column Column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剪掉 四的位置 不过因为等一下会向右 向下 所以请你把它锁起来 F4 两个都锁 但是因为它原来的位置 是1 所以你必须再加1 把它的1加回来 如果你没有把它加1会少1 它因为它原来在1的位置 可是你现在要移动到4 如果你直接减4的话 好像会少一个 打勾之后 向右 向下 OK 所以是第4个位置 那为什么会是第4个位置 其实我前面讲过 因为美国人他们设计的 所以4的话指的是礼拜三 应该没错 因为礼拜天是第一天 你不能说礼拜一当第一天 那就不行了 OK 所以好 第一个位置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利用这个讯息 帮我们把什么呢 把第一天的位置移到正确的位置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可是问题来了 我需要的只有1到28 所以28到这里 那这个以前的 1以前的跟28以后的 应该不能出现嘛 对不对 可是你要怎么样它 让它自动不出现 当然你不能现在手动删掉它 你必须做什么 逻辑判断 判断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当它如果小于1 这些里面的数字 如果里面的值 如果是小于1 这第一个删掉 或者是大于多少呢 28 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哦 而且这两个条件 是要是什么呢 是只要出现一个 就要执行那个逻辑 对不对 所以应该还有影响吧 如果这个以前的 或者是这个以后的 所以记得是或 你不能用end 或就连击 那所以这样的叙述 还有影响吗 这个是我们在 逻辑函数里面讲的吧 所以以后 所以为什么我在第二个单元 特别强调逻辑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任何地方 你只要做逻辑判断 你只要不要用人工去删除的话 那你就势必要什么 用逻辑 可是逻辑要怎么下呢 第一个 当然这边已经做好了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剪下来 然后再怎么样 插入一个什么呢 逻辑函数 一幅 OK 那一幅的逻辑 我有两个啊 所以可以怎么样呢 我习惯用打一个欧啊 欧儿 对不对 钱瓜红 什么东西呢 里面的值 里面的值在哪里 我刚不是剪下来了 Color那一串 把它贴上 如果呢 就是这一串 这一串东西 假如它是小于一 第一个逻辑 OK 那第二个逻辑呢 逗点 那我的习惯是 干脆再贴一次 诶 第二个逻辑是 它怎么样呢 大于 这一个 OK 28天 的话 OK 那这边的话 记得再把它 这个要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L3 记得把它用按F4 好 这样的话呢 记得后刮鼓一下 两个逻辑 不过你会发现 我刚刚实际上都是用贴上的 贴上这个 然后后面加一个判断 再贴上 再去做判断 OK 外面放一个偶尔 那如果这两个逻辑 其中一个发生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给什么东西呢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还记得吧 双五号 那反思呢 再贴一次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关键就是 我直接把刚刚的东西用剪下的贴来判断 贴来判断 输出也用贴的 输出也用贴的 这个的好处是 那你就不用管到底里面的值是什么了 反正就是贴上去的那个东西 这个贴的好处是这样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是觉得这样的方法是还蛮不错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么一串 OK 这边一串其实 不是自己打出来的 其实有三个东西一模一样 用贴的 这个 就刚刚的东西 有没有 所以会贴三个 三个地方 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也是可以简化 不过我的习惯是 反正管它的贴就对了 贴上去就对了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按确定 你会发现删掉了 向右 向下 放开 28天 那你想说 那如果6月份OK 放开 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 6月份 跟我们现在看到一不一样 一样 那如果再下个月呢 7月份在这里 1在礼拜六 再31 试一下 有没有 所以 万年利 就 做出来了 OK 应该懂我在做什么 虽然应该 又比之前的题目又来了更困难 不过这一题算是综合性的 因为 它跨了好多种不同类型的函数 所以又把前面的东西全部又搬回来了 所以基本上我刚刚做的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我是先怎么样 先 这个 减掉L4 就是几天 但是要把它1加回来 对 第二个是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但是不包含等号 然后呢 然后呢 在 贴的时候过程当中 我就是直接怎么样 在一幅里面 这个地方 先打个偶尔 贴一次 小于一 斗点 贴第二次 大于L3 如果这两个其中一个微处就是空的 反之再贴一次 其实我都用贴的 这样好处是 应该也比较不容易错 如果因为自己打的话很容易做错 来睡一下看一下 画面 还给各位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又把 前面所学的 又通通又 再复习一下 OK 所以基本上 反正以后呢 你在处理任何工作资料里面 一定都会遇到逻辑的问题 那逻辑 我们在逻辑函数里面特别强调 不外乎就是 所谓的连辑 其中一个微处 就微处 就是偶尔 两个都要微处才是微处 就是end OK 这个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这个部分 还是有点不太清楚 你建议回去再复习一下 那个逻辑函数部分 另外还有多重 比较重要像 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多重逻辑 那大概这个逻辑 如果你概念清楚的话 以后 无论你遇到任何的状况 你都可以很快的把 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自然而然 你就不需要用人工去判断 这些主要是辅助什么 你让以色尔去帮你做判断 而不需要用人工来判断 不然的话你每个月还要自己判一遍 不可能吧 这个地方我们是希望自动产生万联力 OK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说你对于那个 那个那个刚刚的那个有些细节 假如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请各位参考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我也有把那个我刚刚做的所有公式 通通都把它截图 然后也有公式放在云端上 那请各位再参考一下 云端的部分 那我另外也把那个需要标注的 也帮各位再标注一下 标清楚一点 各位 其实基本上这种东西其实熟练之后 你会发现很快就可以把 你需要做的结果 瞬间就做出来了 OK 那后面还有VBA VBA就是在刚刚的基础之上 再去延伸出去的 就是把刚刚我们做的动作 变成VBA 至于怎么做 这个我想待会再来看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做的这个部分熟悉一下 哦 谢谢大家